Vincent,國慶假期 全國各地都有很豐富的慶祝活動 沒錯,首先等我們瑞港澳三地的記者 帶大家逐一去感受一下國慶氣氛 是的,謝謝主持人 我現在是在香港中環 我身後的這個裝置 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5周年的大型裝置之一 今年香港在超過5000個地點 展示了超過18萬件的國慶宣傳品 可以說是歷年之序的規模 所以無論我們走到哪裡 都可以感受到濃濃的國慶氣氛 此外,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在國慶之前後 籌辦了超過400個慶祝活動 全港18區都各有特色 比如有國慶市集、千人大合唱等等 氣氛控托得好之餘 消費優惠更令人驚喜 國慶日用八達通乘港鐵有75折 電車全日免費 還有超過1萬個街市 和小販攤檔打75折 香港的報導就到這裡 我們下面將時間交給澳門 好,麻煩你 我是澳港市記者,鄺俊豪 我現在身處在澳門的南華雅民湖畔 現在正在上演兩場精彩的 煙花比賽會演 那麼璀璨的煙花圖案 綻放澳門的夜空 也吸引了不少居民和旅客 前來觀看 除了煙花會演 在這段時間 澳門街道上國旗飄揚 亦有多項慶祝活動 例如澳人齊賀國慶世界報行日 歡樂跑 澳門國慶排流回顧展 本澳各個社團 亦有舉辦活動去慶祝 而在國慶假期期間 哄濟舊城區 也就是觀野街一帶 會臨時劃作行人專用區 連串的活動 將澳門作為中西文化會稅 展現魅力 讓本澳的市民和遊客 都可以感受到濃厚的國慶喜慶氛圍 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 下面就交給廣州 看看那邊的情況吧 是的 麻煩同事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廣州市的文化公園 國慶期間 這裡將會免費為市民、遊客 送上國慶的燈會 今年燈會的主題 就是活力灣區多彩廣州 一共展出32組大中型的燈組 大家可以看看後方這一個 就是一個走馬燈的燈組 它的上方是我們嶺南的街果 下面就是灣區各地城市的地標建築 包括有廣州的永慶坊 澳門的金蓮花 香港的會展中心 以及中銀 是為市民遊客送上一場視覺盛宴